湖南卫视真人秀我们的师傅正在热播 最新一期的师傅是陈冲 陈冲是两届金马奖影后 一届金马奖最佳导演 还是奥斯卡终身评委 今年58岁了 录制节目的当天 恰逢陈冲女儿生日 于是余小光 大张伟 刘雨宁 董思成给陈冲女儿写了一首歌 陈冲女儿在美国 他们通过视频电话的形式 来了一场汇报演出 遗憾的是陈冲女儿不会说中文 而这四个徒弟的英语也不太好 所以交流起来很费劲 刘雨宁的英语带有浓重的丹东口音 大张伟说自己是中国笔薄 才算得到陈冲女儿的回应 事后 刘雨宁还夸陈冲女儿的中文很好 真的是太不会拍马屁了 陈冲女儿只会说谢谢两个字 这还叫中文好呢 表演结束后 陈冲用英语解释歌词的意思 陈冲女儿不会中文这件事 在网上引起了争议 大部分网友都认为 国籍可以不是中国 但一定要会说中文 非著名于平仁吴清宫指出 陈冲这个母亲不称职 没有交好女儿 陈冲有个前夫叫柳青 是好莱坞的健身教练 后来离婚了 1991年除夕 陈冲认识了彼得 1992年 两人结婚 彼得源及广东 是美国有名的心脏科医生 婚后生了两个女儿 所以说 陈冲的老公其实是华裔专题 并不是正宗的美国人 他们夫妻俩更应该让两个女儿说中文 陈冲的争议还不止这一件事 更大的争议是他曾经涉嫌弃养双胞胎 陈冲曾经因为生孩子遇到一点困难 所以就领养了一对双胞胎 但是后来自己又生了两个女儿 所以把双胞胎退回去了 但陈冲解释 当时不是正式的领养 只是帮忙养着 陈冲解释 这对双胞胎没有退回去 只是有另外一对夫妇很喜欢这对双胞胎 所以就转交给他们领养了 看来陈冲的中文学得很好 再和网友玩文字游戏 讨论 你觉得陈冲应该让女儿说中文吗 你觉得陈冲气养双胞胎了吗 要是男子 attain兌养双胎 那是男子态 认识 原来是男子态 也